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如此明显的一个事实 中国政府这么久来谈 即使是贸易谈判以来川普对中国如此强硬以来 他也不承认 那他拼什么就不承认呢 他为什么不承认你能不能给这个给大家解一解呢 这个我觉得你要从 几个层面去理解中国政府 在 不得不进入美中谈判的 过程当中的心态 我也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这么分析的 第一个心态就是 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 在 法律层面它是属于犯罪行为 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对外国的对特定国家的犯罪行为 中国政府还 谈什么国家的形象呢 这是一个抽象的形象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不愿意认 最好呢 这问题给混过去 上海话叫他面糊 能把这事给糊弄过去 所以第一个心态 与这个相关的就是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混不过去了 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是想用做生意来把这个话题转移掉 就把这资产权问题想办法挤到一边去 所以他一开始中国谈的都是我们从你美国多买多少东西 怎么样减少贸易逆差 然后想用这个办法让川普满意 最后发现呢 其实川普并不是完全在意这个贸易逆差的数字 就是不是说你多买一点美国商品 中国就可以继续偷下去了 美国认为你不该偷就是不能偷 这是个该不该的问题 不是多和少也不是可以糊弄的问题 那么美国一旦认定了中国有盗窃之产权的大量活动和行为 而且美国政府决定我不再争一个闭眼了 揪着不放的中国政府就发现 中美谈判当中真正的真谛是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在小平你这个节目里很早就提过这一点 就是中美经贸谈判 做买卖做生意进口美国商品不是最主要的要点 美国看中的是资产权 是盗窃企业机密 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想装糊涂 一直到越谈中国越发现 这个问题就一步一步的从 这个中国和美国话题的这个名单的后面往前排 越排越前越排越前 等到第四第五轮的时候已经排到第一位了 就美国已经不画挑明了 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就谈谈 进口多少大豆啊玉米啊 和美国牛肉啊 说那只是生意的部分 还有不是生意部分 就你偷东西没有 偷了怎么说怎么办 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 中国发现贸易战这个谈判过程 这一关如何绕不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考虑 就是如果你拖着不解决 就我就是不认这个账 我就不管 那么美国还会用关税手段 把中国产品阻挡在美国之外 那么其结果呢 就导致大批的外企转移 更大的影响就是 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也会动摇 因为中国现在知道 整个经济情况不好以后 非常需要外资输血 外资能不能输血 取决于中国经济能不能回升 而经济能不能回升 取决于中美谈判 关税是不是加上去 加了关税 中国对美出口就萎缩了 一萎缩经济一定滑坡 滑坡就不会再有外资进去了 那外汇储备就要急剧下降 所以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连串的连环的后果 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本身的问题 贸易会带来经济全局的严重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讲 算是最后认识这一点了 就是这个问题绕不开了 看样子是只能面对 这也就出现了 我刚才你一开始谈到的问题 就中国最后承认了 是有这事 这个承认本身 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说 他的态度从 这个躲躲闪闪 有点狡猾 想掩盖这个态度 变成了一种 比较坦诚的态度 为什么变 原因就是他已经知道说 这东西滑不过去了 再也绕不开 如果就走到谈判的最后一步 还是这几个关键问题 你要不想认账 那么这谈判就可以结束了 就以失败告终 然后中国经济也跟着失败告终 那那个时候就不太有挽回余地了 就你等到经济失败以后 再来跟美国说 我现在认账行不行 晚了 经济已经垮下去了 对中国来讲 它的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国内经济 当然我想还有第二点 中国政府的心理 就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部门 比方叫刘鹤所代表的这几个部门 他还有其他部门 因为我们谈到的侵犯知识产权 不仅仅是企业在做 情报系统也在做 刚这个你开始提到的这个网络盗窃 这个多数不是民间行为 而是军事情报单位的行为 我们在节目里以前提到过 几年前 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报道过 那个上海浦东 美国就是当时的总参三部 这个美国局 有一个设在上海的机构 叫61398部队 这个部队呢 在中国上海的军队系统内部 被称为上海高桥阵地 这个位置呢 是在上海市中心的 所处的这个上海的国际海底电缆的 上海市中心连进来的这个 上海互联网的中心机构设在市区 但是这个海底电缆是通过浦东 一直埋到上海的高桥 然后从高桥往北一点点 这个就在长江口出海 海底光缆就从那下海了 一直通到美国 美国和中国之间好像有6条光缆 其中4条从长江口过 就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上海高桥阵地 脚底下过 也就是说 如果从中国想进入美国的这个电脑系统 那么他从高桥那个地方 海底他的办公楼就建在那个海底电缆 这个埋在地下的那个部位的正上方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和这个海底电缆的 这个在大陆的埋藏部分之间是接通的 也就是说他都不用 他可以避开上海这个海底电缆进入中国 有上海的电脑中心 就互联网中心 他直接就可以通过电缆的中途 插进去就可以进入美国的 到了美国这头的西海岸的 这个美国的互联网这个终端点 然后从那里就可以进入美国的 各个互联网网络 那么61398部队这个高桥阵地 他的主要功能其实是服务于美 这个总参原来的总参三部 就总参技术侦查部 他的下面的美国局 任务就是从美国 这个通过网络公计设法获取情报 那么我们都知道后来美国发现 比方讲美国联邦政府 一两千万雇员的个人信息全部被偷了 还有纽约地区自来水网 纽约地区电力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企业的技术机密也被偷了 那么这次我们就看出来了 如果说他去查自来水公司的网络资料 查着电站的资料 那可以讲是有军事企图 那就是要为打仗做准备的 但是你偷企业的其他技术就不是单纯为打仗 那就可能是在做生意 也就是说情报部门偷了美国的技术情报以后 再把它转手卖给跟他们相关的半军方半民间的公司 用这些钱再回过头来支持这些军队的单位 继续搞网络攻击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个不是民间行为 那是穿军装的人的行为 那是政府行为 也就是政府在鼓励这种行动 当然这种行动很可能是早在 这个 十年前 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个办公地点 这支部队早就设在那了 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 也就是说他从事这方面的网络攻击 不是三五年的功底了 你偷的已经够多了 那么过去也是奥巴马时代假装装糊涂 就不去追究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呢 对此比较严肃认真的对待 就是你既然偷了 咱们就老老实实坐下来谈 你到底偷了还是没偷 我没有证据 你说吧 这是你政府干的不是 你要不认 那么怎么还回到关税那去 所以最后 中国政府其实有一个难言之隐 这些情报单位都不是很听话的部门 包括国家安全部 他也在国外派了大量的技术间谍 有些不是专业的技术间谍 而是负责去收买技术间谍的中国间谍 我们知道最近江苏省有一个处级干部 在美国被抓了 就从比利时被抓了以后 引渡到美国来了 因为他早就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发现 是个在美国从事技术 盗窃技术机密的一个工作人员 现在还在美国监狱关着 这就是人证 那说明一个问题 就这里面涉及到中国政府情报部门 大量的在美国的犯罪活动 而且这种犯罪活动是偷了情报以后 是把它换钱去了 它和军事情报的获取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科格勃时代 苏联时代的科格勃在美国也有不少间谍 但他们基本上偷的是军事情报 是为打仗服的 而不是为了做生意换钱的 那美国现在发现中国的技术间谍 不光是为打仗服 它还同时为生意服 那就说明这些 他们偷的东西的价值 不仅仅是军事目标 也不是军事用途 而是商业用途 而商业用途最终都要损害到 美国的企业的和国家政府的利益 就美国比方讲花了大量投资 去研发一种新的军事装备 比方飞机 那么中国呢 它不用投资了 它等着你研发出来 我找个机会 这个做法如果只是搞军用飞机 那么这是军事这样的情报活动 是间谍活动 虽然抓住的是犯法的 但是美国并不会去真正制裁 这个对方的政府 说你必须停止 因为它知道军事活动方面的这种 这个技术间谍 不是能真正完全可以100%阻止的 还会存在 中国政府肯定还会继续 但是民用部分 就是或者说军用 这个军事间谍 偷了技术以后 把它转化成商业力 这个问题 那是美国必须要阻止的 这样才能保住美国的经济 所以川普和中国的谈判 很多人认为说 希望川普能够倒逼中国改革 其实川普并没有在政治改革上 对中国提出任何要求 他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对美国政府而言 现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 怎么样让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 建一批股债 让现在的人 或者我们的后代 今后还那些个永远还不完的债 日子越过越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在中美之间 寻找新的经济正常竞争的平衡点 就是中国可以竞争 美国从来没有阻止中国竞争 但是竞争得正正紧紧的做生意 而不能搞外面截道 尤其不能搞坑蒙拐骗和爬窃 那不是做生意 那是做贼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这个 中国政府这个难 这个资产权 这个承认盗窃资产 这个难度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这个 承认 这个盗窃行为 跟政府有关系 这是最难的一部分 刚才你谈的就是这样 另外你看他在企业的这一块对个人这一块 国内他也在做 你看那个宣布了一系列的这个严惩知识产权盗窃 是不是啊 如果个人和企业你没有这么严重的行为 他也不会去严惩去 那么是不是真的争取的焦点就是国家行为 在这种知识产权盗窃后面的这种国家行为 是不是一个争议的中心点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角度我觉得还可以再调整一下 来看这个问题 就确实现在谈到的是中国政府介入 或者说参与 甚至是协助 或者直接自己就动手 盗窃之产权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承认是一回事 中国可以承认 但是承认了 如果你拿他没辙 他也不在乎承认 承认又怎么了 我接着偷 现在关键是要把小偷的手抓住 承认的意思就相当于小偷手伸出来 被你逮着了 小偷说只能承认 因为他的爪子捏在你手里头 他只能承认这是我爪子了 那剩下的问题是 下面怎么办 其实中美经贸谈判到现在 此时此刻真正的关键点 最大的难点就是现在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库朵 那个讲话里用了一个词 就谈到这个 在那早餐会上谈到一个叫enforcement 就是执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美国 他这个话没有进一步挑明 说的直白点就是说 美国现在把这个问题都上台面了 你不得不承认你干过这坏事 下一步就是 咱们来想办法让你下次干不成坏事 你光承认说我当过小偷 我偷过了 就算你忏悔 那也只是个良心账 美国不敢太相信 这个忏悔也好 检讨也好 认错也好 道歉也好 美国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监管措施 就是说 咱们坐下来谈谈 怎么样才能防止您那只手 忍不住从口袋里又伸出来了 又往我兜里塞 要现在中美两国谈判最大的难点 或者还卡在那儿的 就是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行为的监管措施 那么对中国来讲 这也是非常难看的 因为要被监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 还包括中国政府的情报部门 国家安全部啊 总参的这个 现在这个军队的那个技术侦察部 这些职业间谍 也要被监管 这个在世界历史上第一回 以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 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苏美冷战那么多年 美国从来没有提出来 对克格勃进行具体的 双方坐下来谈判 怎么监管克格勃 原因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克格勃不太做什么经济上的生意 就是他不会把从国外偷的情报 再拿去卖成钱 然后再用这个钱来资助情报活动 而中国干了这么多 所以现在美国要提出的要求就是 中国你必须要采取监管措施 而这个监管措施是必须美国看得见的监管措施 也就是说美国要介入 那么对中国来讲 我刚才不说了那五个通缉的这些人吗 说不定最后美国都会把他要过来 中国政府被迫把他放过来 我觉得那都不是关键 那也不过就是因为一些小喽喽 美国政府其实也不是说抓这几个人就怎么着了 这几个人不就是黑客吗 你把他抓了盼二十年三十年又能怎么着 中国可以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家伙层出不穷啊 你抓了五个可以出来五万个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中国不再制造五万个黑客 或者说中国的黑客培养机制 能不能由美国介入来监督 我这是举这么个例子 不是真的中国的中美在谈判这个事 但他说明个问题就是 美国讲的enforcement 是在中国由美国参与执行执法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觉得 你在外交上跟我兜圈子握手 然后拿大订单来收买 这都不够 不管用 我要的是你们不能再做贼 你光说我这个贼心里面认了 这个脸上也笑了 说我以后下次不干了 这都靠不住 因为这话也我们都知道已经谈了很多年了 就你如果说是一个惯犯 一个惯贼 惯偷 你说洗手不干了 这玩意连法官都未必相信的 否则他就不会是灌头 所以对灌头而言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 让你的那个贼意贼心贼胆 能够被我看住 美国现在要谈的是这个事这个事对中国来讲是很丢脸的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没有人敢在这个问题上说一句话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你刚才也谈到了最难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最后 是吧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啊大肆不承认的这个事情他也承认了 那么与是不是预备就说明这个中国在这个贸易战谈判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被美国人突破了下面那个形势啊就可能要急转直下贸易战要扫尾了 现在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 中国是做了这一层让步承认自己当过贼盗窃了支撑权 而且不是一回两回不是偶然手痒痒 而是说他这手就一年到头都在透 现在呢认了这个事问题是美国提出来就是我不信你的手就从此就 收拾就揣兜里不出来了你要出来怎么办 那么中国现在希望的就是说怎么样保住自己的面子 还有保住那些情报部门不要完全给兜底了 因为美国要监管情报部门那就请美国在美国的间谍网不就都会曝光吗 烙在美国人眼里了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这也是很难的问题 我不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打算让太多的步 而且这些情报部门也不可能同意让步 所以中美谈判说是还有这个川普说是可能很乐观 但是也可能需要相当时间 我觉得这些细节还是要慢慢谈的 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能够管住情报部门 因为说实话 共产党国家的情报部门向来是最高领导人依靠的一个主要工具 就毛泽东时代情报部门掌握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手里头 这个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地位是稳固的 苏联也是一样 总书记掌握克格勃 他的权力就稳固 否则的话克格勃就可以把总书记干掉 那么中国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情报部门本来就不太听话 这个干了不少这个触格的事 所以现在如果是中国高层和美国政府 谈如何来管住这些情报部门的手 恐怕在中国内部高层和情报部门之间也会发生摩擦 这个摩擦到什么程度现在不知道 捅那个马风锅了 下部怎么收场还是不好说 对 因为他不光是说情报部门会抵抗 还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还得依靠着情报部门 你又要依靠他 又要触犯他们的利益 要斩断他们的利益链条 又拿不出太多钱来养他们 这就是中美谈判当中中国政府真正的难题 其实这个难题根本就不是刘鹤的 刘鹤根本站不着边 没有一个情报部门向刘鹤汇报 所以他只能是个转达 所以有人说看到刘鹤在白宫会场上神态很夺定 很淡定 说刘鹤现在很有底气了 其实我觉得换个角度看的话 刘鹤是因为觉得事不关己 没我什么事 那些部门的事 我就回去把话转道行了 反正在会场上参加会的人当中 肯定有那些部门的人 他们自个儿会就会说的 跟别人同时还没有人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